空线,加实线怎么加? 其实要一行程式而已 第一个就是你的左上角 Range有没有,左上A1一直到哪里呢? 到G7,这个范围有没有 用Range物件就好了嘛 点Bolders 再点什么? 后面,如果你是要线条的话 那属性刚刚是Color 不过这边不是用Color 这边是用LightStyle 点LightStyle 这边的话LightStyle 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一行程式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这个就是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就叫做 加框线 然后底线实线 按确定 加上这个Range 点Bold Range比较特殊 它加框线 其实点下去 它也可以 可是Color不行 所以有一些不同的物件 这个可能它有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 那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Bolder 就打个B Bolders 就出来了 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点什么呢? 线条实线是Light 打一个L 就停 因为Light只有一个 LightStyle 所以L 把它点两下 等于什么呢? 实线 实线 那那个实线 当然你不能打中文 打个实线 它不理你 所以你要知道说 填什么才是实线 那一定是一个英文的名称 那个英文名称是要 它看得懂的 那可是我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 它看得懂是哪一个 不过 以后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 教他一个方法 移到LightStyle上面 按一个F1 F1是什么? 就是Call Help 告诉我答案吧 OK 你看VBA就告诉你了 LightStyle属性 里面有很多样式 那这个样式里面的话 可以有很多种 在哪里 记得哦 按F1之后 这边有个超连结 叫XL LightStyle 点下去 答案就出来了 里面的话呢 它会告诉你 实线 或者是虚线 或者是 有没有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有这么多 如果你要虚线的话 是这个 如果你要实线的话 是这个 所以我们用实线 Ctrl C Ctrl V 就好了 如果还有其他的 什么还有什么 双线 无线条 斜虚线 这个没用过 理论上 大家常用虚线 连续线 如果连续线 Ctrl C 然后怎么样 Ctrl V 贴上不就好了 OK 所以其实答案都在 那个 F1里面 官方的说明里面 不过 官方说明里面 当然都是 它翻译过来的 OK 而且哦 其实那个文字叙述 有时候完全是 不通顺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 当然你不要很认真去看它 看重点就好了 不要把它当小说来看 因为完全里面真的是 写的不是很好 但是它是固定 你要把它当成是类似字典 有没有 查字典一样 它有固定的栏位 里面放什么东西 OK 那你主要查到你要的东西就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用F1 可以查出我要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你就点选加实线 它就OK了 那实线如果再加颜色的话 就是在下面补一行什么呢 Color就好了 红色的话就是RGB25500这样子 那再来可能需要什么 如果我今天希望 再加一个红色 并且加最粗的框线 假设我们需要这样的效果 那就是再多一个 线条的粗细 那线条的粗细要怎么修改 其实多一行 那这个属性的话叫什么 这个叫做 就是这个wait 这个属性 W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叫wait的一个属性 那这个属性 当然你也可能会不知道说 等于 出 细 中 你不会嘛 对不对 没有关系 一样F1 其实我本来不会啊 我也是按F1 看一下里面有说明嘛 就照它的 因为其实啊 仿天的书籍都是 从官方衍生出来的嘛 那第一手资料 其实就是官方的那个说明档 所以像我的习惯啊 那那我第一个我就看官方的 其他的书也是从这边衍生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 但你要学会如何去查到 那个官方的说明 但是官方说明2013以后有个缺点 本来2010以前的啊 都是离线版 就是直接跳出来一个视窗 就看到了 但是2013以后啊 反而变我觉得更差 直接要你连到网路上 如果你网路 不够快 或者是连不上的 你会发现像刚刚一样 等很久啊 OK 所以有个缺点 那不过没关系啊 反正跳出来东西 涨的其实差不多 那差别只是说啊 那个可能放 放的位置好像也差不多啦 所以你就找到这个 xl boulder 找这个位置的词 所以点下去的话 一样它会跳出一个 啊 那个里面词的那些相关的常数 那我们就把那个常数啊 找到你要的 比如说最粗的线条 这个是细的 这是粗的 所以把这个 好 OK 把它Ctrl C 那当然如果将来你 用久了之后 你就背得起来的话 那你就直接把这 这个 这个 sync 这个 或者是你可以输入 4也可以啦 其实你在这边 输入这个词 或者是什么样 输入那个 4 其实都可以 这边你打个4 它也接受 但是我比较不建议你用数字啦 为什么 因为将来你可能看这个4 还要想说到底这个 这个数字到底是代表哪一个常数 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常数的话 你一看就知道了 它有出有细嘛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常数喔 比较接近我们可以理解的 OK 基本上就上面都有 所以点击它的话 就有这个出线条出来 那再来清除框线呢 清除框线怎么清 其实一行程式又搞定 哪一行呢 其实喔 就是 啊 这个 lifestyle 等于xl 那 就这一行 非常简单 有没有 所以设定一个框线 很快 那 其实这个也不是书里面看的 这全部都是我自己查出来了 坊间的数据我几乎还没有看到有把框线讲得很详细的 反而我后来我自己弄一下 发现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串来串去 大概就足够你将来列印报表需要的相关动作 最后当然有一个比较稍微复杂的 就是 我如果说要做出什么 像刚刚这样子 就是这个范围 里面呢 可能有两条线比较特殊 就是 第一列跟第二列 的那个中间这条线 我希望变双线 然后呢 第一栏跟第二栏 其实就是第二栏的左边这一条线 第二列的上面这一条线 所以我刚刚有讲过嘛 那 那双线怎么设定 那双线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double 你们可以查一下那个light style 所以基本上我做出这个 上面加十线 然后两条线的话 基本上 我做哪些事 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连续线 颜色改成红色 那这个是指的是 所有的其他框线 那这两 主要是这两行 这两行 我把哪个地方 特别重要 我的这个逻辑是这样 就是我先选取 先选取哪个范围呢 选取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上面那条线 OK 这个范围是哪里呢 这是A2到G2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 A2到G2 它的boulder 多一个刮虎 有没有 它的tug那条线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点light style 把它设为双线 双线的话 我想各位再按F1 自己去查一下 双线就是XL double OK 然后呢 左边 这一条线的话 其实我是选取什么 选取A7到 这个是A1到A7 这个范围的什么呢 它的右边这一条线 所以呢 这个Edge right 它的这个light style等于double 当然你也可以改啦 你可以改什么 B1到B7 这个范围 对不对 那也可以啊 可是它是相对于这个范围里面的 呃 右边 所以这个可能要把它改成Right Elect ok 那当然也可以 很多种方式 所以运用这样的方式 将来如果 你们可以试试看 工作里面呢 如果你需要列印出报表的时候 那可能你需要做很多动作 才能把那个表格给画出来的话 那你也可以怎么办 预先做好嘛 那以后按按钮自动就列印出去了嘛 再加上一个 那个什么 printer 这个功能 你就可以把它列印出去 当然呢 现在比较环保了 像我还有 在我的部落格里面有分享 就是说 列印的时候呢 也可以不要列印到印表机 你可以列印成PDF檔 有没有 甚至可以大量的批试整个全部 帮你把它列印成PDF檔 在我部落格里面有分享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所以 框线大概就是这些功能 所以我们最后做出来 一 二 三 然后多一个清除 最后的是 除了这个再加上两条线 OK 相关的完成的程式 其实非常的 没有几毫 我想这个不用死背 你就直接在我们的云端 白板里面 可以看到这边 在刚刚上面这边 就是 这刚刚的五段程式都在这里 慢慢习惯了 反正我一定是帮各位 在上面一定是加颜色 有没有 然后上面一定是Sub 一定是End Sub 所以将来 你们慢慢也要习惯了 至少你在这门课结束之前 至少要学会复制贴上吧 复制贴上能够Run 这是基本要件 再来就是做修改 OK 那之前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你这个颜色怎么加的 对不对 颜色当然 总不可能说一个一个慢慢 上面有颜色吧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能要做很久 其实也不用 这怎么做 其实上面有个外挂 Cold Pretty 把它Formate就好了 因为我本来是贴上去是黑白的 所以像我刚刚的程式 本来是这些程式 假设这一段Ctrl C 我把它贴到这下面 那我之前给各位是这样 黑白 我自己看都觉得 看起来会 并不怎么赏心悦目 所以后来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变得跟我们 放在那个VBA 不过VBA也是黑白的 那希望把它变颜色 后来呢 想说自己慢慢填颜色也不是办法 这要花太多时间了 所以后来在哪边找到 在那个 这个是Google的文件功能 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取得外挂 我发现这个还蛮好用的 外挂里面 我找了一下 因为我想说 有没有什么跟 城市编码的格式化有关 我就打一个Core 按个Enter 后来发现有个叫什么 CorePretty Pretty就是让它变漂亮 我想说CorePretty是什么东西 就给它按一下 把它这边有个安装 而且是免费的 装完之后 我就把它选起来 这边就出现一个CorePretty 它有个Format 那我就把它Format一下 果真呢 有没有变漂亮了 有没有 马上就变漂亮了 果真就是CorePretty 真好 所以以后 这个功能 我是觉得比 这个其实它就是跟 Office里面Word 差不多功能 但它比Word还更强大 就是说 它可以取得外挂 但Word里面好像没有 取得外挂功能 所以你可以再找找看 里面好像还蛮多 相关的外挂 而且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OK 那我是用CorePretty 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是还没试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我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程式在这边 你们待会可以直接 从这边去找到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个范例呢 就足够让 我想你工作里面 要能够一键完成报表的框线 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好 OK 所以 那我们现在有点像是堆积木一样 反正就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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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功能慢慢慢慢你都可以做到的话 那将来这些程式 都可以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当然都可以变成一个按钮 所以一键完成 这个所有报表的 这个当然就是 是不远 不过就是要一步一步一步的 把每个部分 通通把它做出来 最后再把它串在一起 就变成自动化了 OK 试试看 试试看 好